對於你們來說,什麼地方才是家呢? 對於我來說,香港這個地方就是我的家 當我到達平州之後 我發覺我們為了我們的城市發展 令到一部分人因而受到傷害 或者他們在未來受到傷害 當我去到平州的時候 我發覺沒有我們大城市所謂的過樓大廈 也沒有我們大城市所謂樂業不存的人樓 有的只是簡單的生活 接下來我會討論有關我在當地觀察到的生活文化 首先,在他們那裡只有三、四層樓高的樓 可能因為這樣,所以他們的社區和我們的社區會有所分別 他們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明顯比我們都市人更加緊密 他們比我們更加喜歡分享他們所好的東西 以及和鄰居和外面的人分享這份喜悅 然後我們可以用這些相片來看到 這個人對於鐵血戰士是非常喜歡 不只他自己喜歡 他更加想和喜歡鐵血戰士的同好者分享他的喜悅 所以他就會在他家的門口放滿了鐵血戰士的figure 同時我們可以看到這張相片 這個人放了他的藝術作品 例如畫作、鏡等等可以被人隨意地拍照 相信這些藝術作品都是不容易得到的 最後這張相片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人把Beatles的黑膠大碟放在門口上面 Beatles的黑膠大碟一定不便宜 甚至放在現在這個世代 絕對是有價無事的 為什麼他們能夠這麼豁達地 把他們心愛的物品放在門口上面 而不怕被人拿走呢? 因為他們相信分享內在的喜悅 和引遇人之間的互信才是最重要的 接下來我們可以看到跳褥市場這張圖片 是在當地的跳褥市場拍的 老實說我對跳褥市場的認識實在不多 而在城市裡面的跳褥市場 多數都是仿製的 因為他們買的都是入口貨 然而在這裡的人 他們買的都是手工製成品 例如人造皮革 自家種植的有機植物等等 最驚訝的莫過於見到新鮮的蘆薈 我們在都市生活的人 只能夠買到蘆薈的加工品 例如蘆薈 蘆薈的營養價值 我相信絕對是比他們更為有機 和更加重要的 而他們現在擁有的緊密社區網絡 自給自足的生活 即將會被我們摧毀 明日大魚這個計劃 將會令到都市人的生活 跟他們聯繫上來 而這種聯繫將會帶來什麼後果呢 就算真的可能會稍稍舒緩 我們緊張的房屋問題 但同一時間 我們也在破壞人家的原有生活文化 為了迎合都市人的生活品味 因而會令到平州充斥著連鎖店 令到當地自給自足的市場文化 受到要脅 甚至是扼殺 同時 亦都因為都市人的大量湧入 令到當地會有很多不熟悉的綿紅出現 例如遊客 降低當地人的互信 崩潰到緊密的社區網絡 而當地的小朋友 可能不再因為東奔西跑 那麼單純的快樂 而滿足 可能他們到時就會被都市所同化 只有一個個發光的螢幕才可以滿足到他們 難道這個就是你和我所期待的畫面嗎 可能現在你都想為他們出一分力 但你不知道應該怎樣幫他們 其實幫他們可以很簡單 我們只需要在綠色和平的社區網絡專頁上面 加入他們聯名簽署行動 這樣至少你都可以為他們出一分力 不要讓我們所謂的大世界觀破壞他們的小世界